推上面这个啊 这个我已经经过数次的练习啊 但是呢 他就是不肯就范了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奇效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07集的节目 上一期给大家做完 变形非常复杂的闪电 虽然我节目里都没有拍 但是拍起来的压力呢 确实是比较大的 今天的话呢 再次回到官方的系列作品 Kingdom Module Class的Psychonus 你可以叫它狂飙啊 或者叫它疾风 或者叫它旋风都可以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是这一波里头 期待度比较高 事实上呢 这一波的玩具呢 自从问世以来 几乎每一款玩具呢 绝大部分了啊 都得到比较好的评价 当然除了那个LG到一个OP 是之前地球崛起 完全同模幻合 被大家稍微骂了几句之外 其他的玩具的话呢 目前大家都一片的这个 比较称赞说 这一波官方的这个 良心的部分的话呢 好像我稍微找回来一点点 那我们的话呢 就打铁趁热的话呢 把接下来几款玩具给做完 那么这一次的里头人物卡呢 依然是出现了魔龙勇士啊 据说这一个应该是最多人抽到的 那以及上次有人跟我提到说 这个可以撕开啊 里头呢 而是还有另外一个图案的啊 确实是真的这样子啊 那撕开之后的话呢 里头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恐龙勇士吧 里头还有蜘蛛啊 蝎子啊 老鹰这些的 那么就得给大家呢 讲解到这个部分了啊 直接聊天的看到玩具 Psychoners的话呢 我过去有跟大家介绍过两款 一款是经典 应该是2.0时候的 那我当时对那一款玩具 可以说是推崇至极啊 它的配色跟这个比较接近 那我现在把它找出来的话呢 要翻箱倒柜啊 我就不去翻了啊 那么再来就是 在上一次官方推出它的玩具呢 应该是泰坦回归系列 硬是把它做成可以合体的家伙 但是那一款的这个配色的话 是比较偏深蓝 深紫色 没有像这一款的紫色一样啊 那么它这个紫的话呢 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身体肩膀啊 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小腿啊 是一种紫色 它跟小臂的这个紫呢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啊 应该看得出来吧 透过镜头还是能够感觉到的 那不过是 在变成载具的时候呢 也是会有那么一点色差啊 看你能不能够接受的了 再来的话呢 它的久违的这个狂派的标志呢 在这个系列的话呢 总算再次的出现 玩具的大小的话呢 是确实是有危机玩具的身高啊 这一点的话都是没什么问题 整体的关节也都是偏紧的一个状态啊 非常非常的 你看 都已经这样子了啊 你看还是 还是 它就不肯垂下来啊 非常坚挺的 向前进了 我的话呢 还是上了一点细油 我上在哪呢 上在这个拳头啊 这个拳头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个 其他的部分呢 也都是大多是偏紧 但是 考虑到说 怕它这个势资啊 什么的去转动的话呢 我怕它以后会 怕上细油太多会松掉 所以我只对拳头做加强 那我手上的这一款 各位看到这个大腿啊 这一次啊 不知道是 是沾到什么 这什么东西 这一块的一个 一个有点香槟银的感觉啊 就这个大腿两边都有 然后这一边的涂装 似乎是出了点问题啊 怎么样 我不晓得是我个人的问题 还是说 大家也都这样啊 就各位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了啊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认真来说 空洞处也只有大腿的后帮 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玩具大家的普遍的评价比较高 至少你把这个应该有的形象我做出来 枪后面也空啊 那么其他这个的这个家伙就是有时候膝盖动的时候啊 如果你膝盖转折的时候 是会露出这个空洞 当然你也可以往前面折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L型的一个双动关节 你也可以往前折 再往后动一点 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空洞的给隐藏起来 当然这种这种做法的话呢 腿的一个长度呢 是会被缩减到 不过这个比例好不好看 这个完全端看你个人觉得好不好了 腰可以动 但他的腰呢不是在上头 是在偏下面这个地方啊 然后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以及有一个还算非常好的一个透光 啊 后面呢只有这么一点点透明件 但是对透明的这个 透光的展示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了 可见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分配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有如兔女狼一样的耳朵啊 在狂飙的头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性感 那么非常尖酸刻薄的这个长相啊 非常残忍的扫荡队成员 一开始的话呢 它是一个量产 到后来好像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感觉啊 那手臂的话呢 平举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过渡的一个管节 可以看到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部件 其实就是这跟下面这一整块的部件 那它的一个担任的一个手臂上下 这个造型啊 还有这个可动的话呢 全都一体坚固了 额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呢 弯到90度 拳头可以转 然后脚的话呢 脚踝设计是可以动 但是幅度却是非常非常之有限 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啊 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么呢 玩具本身的迈向挺好 目前也是大家比较抢手的 这个枪啊 它这个形状跟小臂的这个形状 是有做出来的啊 就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做一个翻转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这个Psychonus的一个变形 它的变形的话呢 是简单 明了 好玩 但是呢 就是各个关节都是偏紧的 摆起来的话呢 是稍微要用一点力气去做一个推移啊 这个包括转这个部件啊 其实我都要使出几分的力量 才能够把它给弄出来 那我个人的习惯的话呢 是先把这个腿给变完好了 腿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来 然后打开 我今天天气很冷啊 手指头的灵活度呢 是很很不妙的啊 加上这个玩具本身是很光滑的 那因为我这个手啊 今天也是处于一个就是冬天的话 是很干燥很光滑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在推移部件的时候 有时候拿捏就不是那么精准 再来我们把这个腿给缩短了 腿这个缩短的话呢 我手上这一款啊 两只腿的一个松紧度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啊 这一侧的话呢 推得很自然 你看已经推到底了 另外一侧的话呢 就比较会挣扎一下啊 这个 但是又不能呼他两巴掌啊 就只能让他挣扎一下 我们在 在长驱直入了啊 这个就是 看到吗 这个 这一边啊 这个推的话 就是应该要先推下面这一层 把这个下面给推进去 再推上面这个啊 这个我已经经过数次的练习啊 但是呢 他就是不肯就范啊 就不肯就范 这里 这个 到现在还是 对 对不对 还是推的不太进去啊 这个地方 应该先把这个地方呢 给往下面插下去的 但是他就是 非常的不听话啊 这里啊 推进去了啊 终于啊 终于 进去的那一瞬间 那个感觉 很妙啊 然后呢 这个 两腿呢 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 那如果说呢 你真的推了半天呢 还是不好推 我刚 没有办法使出全力推 是因为这一带 没有地方好失利 我可以建议 你可以把头收进去 之后再来推啊 怕 因为我怕把这个头给推 断掉啊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手臂啊 这个部分就很简单 后面的这个翅膀 刚这个部件应该是要折进去啊 我好像没把它折进去是吧 哎呦 把这个地方翻出来 到侧边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翻到侧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 就刚好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 这个 把这个缺口处转到侧边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翅膀 打直之后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推到前方来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翻出来 这个卡扣 再做个结合 变形是 设计是流畅的 但是呢 关节太紧 我还是要抢了 这个关节太紧了 真的是太紧了 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两侧 把它给打开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把它整个肚子里头 东西全部都翻出来 这个感觉的话呢 就有一点像是这个 呃 这个MPM08 Megatron 它的一个不是飞机头部 一个尖尖尖端的部分吗 就全部的收纳到身体里头的一个感觉了 那这里的话 就是从这 再把它给打开 然后就开始把里头的部件呢 做一个 先是一个头部 做一个反转 从这 从这 翻进去 再来就是一层一层的打开了 一层一层的打开 那我还是提一下 我现在的手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光滑的 就掰的时候呢 就很很滑啊 不是那么容易去推出来 这个地方扣上 这个地方再打开 最后还有一层 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推出来 那么如果说这个不好推的话呢 就利用一点小刀具 把它给硬实给推出来吧 那这个地方 看到吧 整个原本的这这块部件 是完全收纳到 对焦对不准 怎么回事 你是这样 嗯哼 好 刚刚是这个 整个是收纳在这里头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给往前面 盖下去 下方这里也是一样 盖下去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 这两个地方翻上来 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翻转 这边 把它给翻折过来 好 翻到这边 脚的话先往下放一点 推过来 你可以看到 两腿中间形的一个凸 要扣进前方的这个凹 把它给扣进去 稍微的把这个地方合稳了之后 再把这个部件的顺势的往下放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往后放 那这个地方 就有个凸 对应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一旦扣进去之后啊 会非常的紧 因为它的一个卡扣的设计的话呢 就是第一攻差非常的精准 第二是它这个地方是整个是陷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是整个是凸出来 所以它扣进去的时候呢 会比一般的这个凸跟刀的结合呢 会更加的扎实 更加的一个扎实啊 两侧 合一下 然后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一款 Psychonus的一个机器人 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么呢 我看了一下 它这一代 这个凸啊 我试了很多次 基本上好像没有办法 再密合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那 我觉得也无所谓 对不对 因为它就有一个层次的感觉也是不来了啊 那飞机的总长度 有一半是在前方的这个尖塔 当然你要说这是飞机是这个形状啊 随便你吧啊 然后驾驶舱 驾驶座 是一个透明的部件 以及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薄的机身 还有就是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啊 起落架的部分 也给各位做个展示好了 这个地方 推一下 前方有个起落架 后方也有 然后后方这个起落架的话呢 第一次抠的时候呢 是非常紧的啊 不是那么容易抠出来 尤其我这个没有 没有留指甲的人呢 第一次掰的时候 真的是都要靠点道具啊 这个地方要用力往后推啊 OK你要往后推也可以 你要推到至中也行 那我个人是习惯往后推到底吧啊 那后方的话呢 也有这个喷射的这个引擎口 可惜是没有涂装啊 这一代算了 也不要提了一贯 我给你看它身上的 就是有银色的点缀啊 并没有其他的涂装了 那你自己要加强的话就再说吧 这两个部件的话呢 如果你上色的话呢 对机器人的影响不大 因为它是在机器人的时候 是收在小腿里头的啊 那旁边这两个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一点影响 各位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这一款玩具的话呢 如果你愿意再做一点 简单的补色啊 勾线的话呢 会是非常有看头的 整个变形的设计 也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呢 变形的手感上 不晓得为什么呢 会做到这么的偏紧啊 其实是真的是偏紧了 在把玩上呢 变形的推移上呢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扣分的 武器的话呢 就扣在上方 还算有两侧 还算两侧 有点对称吧 有个V型 OK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一款Voge Class的 Sychoners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